离开吊桥后,前往客运站 扎兰屯通往财河方向的班车为每日两趟 早上6点和中午11点20分 距离财河镇175公里 票价为44.5元 你好 我来一张财河的 财河11点20 44.5 谢谢 排河11点20开场 没有人 也十分钟 跨压不 跨压不 跨压 就这后面盘 盘盒哈 一张财河 我来这张财河 你不舍得 我来不舍得 哈哈哈 到了 到了 四个分钟 不是 五个分钟 我说你慢 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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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兰屯前往财河镇 途经萨玛街 萨玛街归杂兰屯市管辖 它属于索伦分支所在地 我在第二集中介绍 1985年以前 俄文克民族为三个分支 索伦通古斯亚库特 亚库特为始路部落 通古斯为游牧部落 索伦为农耕部落 下午三点半到达财河镇 一位导游大哥前来大善 日后也是我坐他车前往月亮天池 四里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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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看看 给你给你看 我是导游 你是导游 导游 啊 咱家有车免费导游啊 年半到七点钟了 现在去就可以去吧 可以去 那也太贵了花 晚年回来 你得晚间 啊 你得晚间 你去都得半天 这工去 晚年你回来正好 他才回来 经过几日的折烫 尤其背负42斤背包 身体非常疲劳 找到家旅馆入住后 导游大哥也跟随我进了旅馆 财河景区非常不完善 没有景区直达搬车 到财河后只能包车前往 之前在网上查询 包车价格为200元 最后和导游大哥谈好价格为150元 今天咱这边挺有缘分 我看他挺实惠 我可以给你按价 那你让他要那个多少钱 我可以让他要 找到一百七 一百几这样的 可以给你跑 这可悄悄可别给我放马 我从来没跑过这个家 运两天是最低价格恩家 有大事有我车 小胖我就给你200块钱 三我供应一对 看咋样 我说行 那都格恩家也是用车 本地材额的 就包括小猴 那天用车 他家乞熟来 养个死的来 那都给我200 我就给你200块钱 你也别多药 你就赔着我 完了到处复着给我拉回来 我得给你等着 这给我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你没法整过来 去年我跟老师来 咱就说死可 去年我跟老师来 没法整过来 你这干啥呢 财河镇也叫月亮小镇 它的名字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因为天池像月亮 所以当地人叫月亮小镇 第二种 财河镇为我国火山最多地区 2003年变为景区后 为了和黑龙江财河镇 区分开 改为月亮小镇 在这里给准备前来的旅友 做一个提示 黑龙江也有一个财河镇 也同时是景区 也同时是离业局 来之前 应要做好功课 财河镇很多临街商业 都用月亮俩字来命名 离镇区最近一个天池 叫同心天池 因为外形酷实心形 所以叫同心天池 同心天池 海拔为870米 昨晚和导游大哥定为早上7点出发 我6点钟起来 外面已经吓起了冰雹 此时非常担心在财河多留一天 因为我下一步行程比现在还要折腾 早上虽然下过一会儿冰雹 但导游大哥还是准时来接我 前往天池 景区路上两侧的森林和野草 被找上的雨水 葱刷的清脆嫩绿 空气中也带着一股清新湿润的味道 停车以后 我爬上右侧的小山上 瞭望远处的风景 内心感觉 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财河镇到天池景区距离31公里 月亮天池景区是国家四叶景区 门票为100元 包括景区小交通 学生票60元 残疾人免门票 月亮仙子的后面就是鸡尔果山 天池就在山景上 从月亮仙子开始 步行到天池景观台约一个小时路程 我拍完照后 沿木栈道登上天池 空海堂至上天池景观台约一个小时路的人 我拍完照后 我拍完照后 表面没œuvre 除了不过 我拍完照后 最后面就是 游轿银行山 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一个小时的行程 当我看见世界上最圆的天池时 我被它惊呆了 真的宛如一轮圆月 不是挂在天空 而是静卧在山顶上 是静卧在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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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沿沐沾道到了湖边 天池海拔1190米 湖中最深处为7米 湖底成圆碎形 湖水靠降雨和地下水流入 没有流出 只靠蒸发 我正考虑怎么会有鱼 后来才知道 人工放养的当地冷水鱼 华子鱼和柳根鱼 是静华子鱼 师父帮你游过看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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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月亮天池后 我前往中国最美六大石地 扎龙石地 每个月位